29號上午10點左右 秀林上一名楊姓男子與江姓友人 相約在台九丁縣一處的寒洞 而楊姓男子獨自一人先到了附近買酒 不料返回時卻發現 江姓友人已經倒卧在地 並留下碾壓的痕跡 嚇得趕緊報警 經過調查發現涉案的 竟然是兩名海巡隊員 轎車開進寒洞內 輪下似乎碾過了什麼 震了一大下 但駕駛卻沒有停下查看 直接開走 一、二、三 醫護貨報到常規在地上押胸CPR 傷者親友則在一旁大喊著他的名字 但早擰過的男子還是沒有反應 送醫後不治身亡 拿球 對 你沒出貨 我下眼就 他去 啊 啊 他不出來 一個一個一個 事發在花蓮縣秀林鄉 29號上午 死者與有人相約在這個寒洞內喝酒 過程中他的朋友去買酒 回來後就發現人被黏死在路邊 那個海巡的一個下來 我那一跑過來 我還不想他 啊 那個海巡的咧 我剛剛前面他的車子啊 造勢的竟然是海巡人員 33歲出姓駕駛 與26歲簡姓副駕駛 開著公務車在寒洞內撞到人 卻直接落跑 疑似心虛事後還找來海巡同事 重回現場看看 卻被警方遇個鎮著 他們卻瞎掰指示路過 但是警方調閱監視器 確定就是海巡車輛犯案 晚上6點2度找上門 肇事者兩人 這才坦承輾到人 警方查詢公務車行車記錄器 記憶卡竟然還被格式化 海巡人員撞死人逃逸 還企圖滅正 十分誇張 以目前案件上載的偵辦中 如查證署時 本隊將相關的資料報上級 實施最嚴厲的處分 秉持著污王污仲 秉公處理的原則 實施審視 存在後續朝過司制使 教室逃逸罪嫌偵辦 海巡人員執法犯法 甚至還想滅正莊美氏 最佳一等 記者徐莉請花蓮採訪報導